刮痧可以很好地缓解尖周炎 治疗尖周炎的穴位共有五个 风池、肩颈、雅门、大锥、天宗 准备工具 刮痧板、经络油 操作方法 一、患者取腐卧位 医者找到风池穴 风池穴位于后颈部、后头骨下与耳垂齐平 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 肩颈穴 肩颈穴位于肩上 前指乳中穴 当大锥穴与肩峰端连线的终点上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医者用刮痧板脚步从上往下 刮式风池穴至肩颈穴十至十五遍 一步到位 因肩部肌肉丰富 要用力中刮以出砂为度 对侧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二、医者找到雅门穴 雅门穴位于后颈部、后正中线上 第一颈椎基凸下 大锥穴 大锥穴位于后正中线上 第七颈椎基凸下凹陷中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接着用面刮法 刮式雅门穴至大锥穴三十次 力度轻柔 以皮肤潮红为夷 三、最后找到天宗穴 天宗穴位于肩甲部 当刚下窝中央凹陷处 与第四胸椎相平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用点刮法 刮式天宗穴三十次 力度重 以初纱为度 对侧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操作完毕